民国98年,第一条捷运木榨线开通 便结了内湖与市区的交通 然而随着都市发展 目前已无法附和此区域大量的交通需求 木榨线是文湖线的前身 为台北捷运局最早开通的捷运路线 后续陆续开通淡水线、百南线、新路线 信义线、松山线及环状线第一阶段 透过横线路网串联 使原先集中于市中心旅客逐渐分散至外围地区 提高各路线间的连接性 增加大众运输使用率 但缺乏东边垂直向的串联 导致内湖的交通无法疏解 而环状路网最后一块拼图 环状线东环段DF118设计标 极为疏解拥塞的解方 路线全长13公里 由台北捷运工程局主办 并由中心工程顾问公司承揽 共10座定下车站 其中3座微转程车站 与松山线、满南线及新一线交汇 然而在东环段尚未新进的情况下 缺乏东边垂直路线 内湖地区旅客仅能透过 文湖线至市中心转程 若以水管来形容文湖线 其管径及开口大小限制了疏通量 造成了堵塞 微小的水管 无法附和内湖地区尖峰时间庞大的通勤旅次 造成多数通勤族使用私有运具 塞车问题依旧无法解决 为了解旅客搭乘文湖线的感受 以及对未来东环段的期待 我们实地走访文湖线车站 上下班的时候人都超多的 尤其我们这个地方 因为我在建南站的地方 每次上下班的时候都挤不太进去 很多人 我都是从南京复兴站上车的 然后前面在大安站 已经挤满了很多人 我就很难挤得进去 我阿嬷这种年纪比较年长的 这种人的需求 有一些电梯的设施 会让老人家不用爬上爬下 这种的话 也是很好的转程方式 也是这两条线交叉 那个在古亭内站 那个直接一下车 哇对面就可以换到车了 好爽哦 我觉得要少走一点路 然后最好是有一个电斧梯 就可以直接抵达 中镇纪念堂站那种 可以直接在同一个月台转成的 那种的话是最方便的 就是在转成的时候 可以走少一点路 然后走的路上 如果都是在有冷却地方会更好 我都从那个中和线 要转上来的时候 哇一不小心就走到另一个月台了 就对啊 但如果跟这个站不熟的话 会有点复杂 它蛮容易在绿线那边走错边的 看起来是有比较近啊 不过还是要实际上搭乘以后 才知道它到底舒适度够不够 然后有没有办法坐到位置 应该会 因为我是住在松山 那如果说从那边转过去 应该是会比较方便 也比较快速一点 从访谈内容 得知民众最在乎的是 无障碍使用需求 便利性 舒适性 及清楚的标志导引 因此 我们委由台湾大学许玉婷教授 针对四大因子 建立数学模型 及发展本土化空间指标 改善设计流程 以优化车站机能 透过调查台北捷运营运中的 八个转程车站 以影片截取旅客动线参数 建立数学预估模型 预测旅客行为 以利后续正确分析 转成便利性时间 收取366份有效问卷 依据国人对车站空间的感受 发展本土化空间指标 作为车站设计 舒适性评估的重要依据 过去车站机能设计 以CAT做图 搭配人力计算 仅能考量平均转程时间与距离 无法将旅客其他使用需求 纳入设计 本专案采用并模型 结合人流模拟 同时纳入本土化空间指标 将旅客无障碍 便利性 舒适性 及标志导引之需求 纳入设计 并可及时回馈 此外 借由参数设定 可检视无障碍使用者的路径选择 落实无障碍的友善设计 在东环三座转程车站中 均建立既有车站及新建车站致并空间模型 并结合本土化的人流模拟分析 落实无障碍 便利性 舒适性的目标 Y36站为定下四层导式车站 位于台铁松山站下方 可便利旅客转程台铁松山站 及捷运松山站 在原设计上未设有电梯 无障碍旅客无法从4号出入口 直接进入捷运松山站 优化设计后 于捷运松山站4号出入口增设电梯 提供无障碍旅客 可由捷运方便转程公车 另外在原设计上 无障碍旅客需透过两部电梯转换 转成台铁路径长 优化设计后 可由一部电梯可直通台铁衔接口 减少步行距离 并免除无障碍旅客转换电梯 打造友善空间 Y37站为地下4层导式车站 于虎林街下方 设置连通道转程捷运永春站 于转程便利性上 原设计旅客需刷卡出站后 由非复费区转程 优化设计后 可由复费区内转程 于转程动线上 原设计月台至连通层需转折一次 优化设计后 可由月台直通连通层 缩短转程时间30秒 提高转程便利性 Y38站为地下4层导式车站 于信义路5段设置转程连通道 与捷运向山站串联 在原设设计上 共设置两层设备层 压缩穿塘层空间 优化设计后 及防空间整并 可将设备层精简为一层 创造穿塘层及夹层的挑高空间 消弭空间压迫的不适感 在原设设计上 穿塘层公共空间破碎 平均拥挤密度约为等级2至3 优化设计后 调整为方正格局 扩大旅客使用空间 降低拥挤程度 提升舒适性 展望未来的创新应用 以人流模拟结合指标设计 供设计人员检视标志设置位置 导音旅客转程路径 建设始终来自于需求 有了需求 才能达成131座车站 营运距离146公里的规模 每日200万人次的运量 以及突破累计125亿屡次量的里程碑 台北捷运局成立至今近40个年头 不断思考如何透过设计 让使用者能感到更舒适 更喜欢搭乘捷运 因此我们透过街坊 以了解旅客最直接的感受 并邀请专家学者进行最专业的研究 设法找出影响民众搭乘捷运的关键因素 以丰富的设计经验辅以创新的技术 进行车站设计、检视与修正 以人流模拟分析结合并 提供更为客观准确的设计成果 除了增设电梯 缓坡提供无障碍旅客更友善的服务 也将转程变得更简单 路程不再曲折 更检视了车站空间设计 使旅客感到自在舒适 透过清楚的指标导引 让旅客不再迷路 我们的努力 都是希望能回应旅客内心的想法 增加民众搭乘的意愿 转移私有运据旅次 疏解内湖地区长久以来的塞车问题 让民众享有更好的生活品质 让捷运不只是捷运 更串联起都市里的每一颗心